第1个,他误以为中国经济起飞是基于社会主义优越性,其实是市场经济,第2个误判 他误以为中国已经具有和美国分庭抗礼的实力,结果就是中美关系翻脸,美国就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视中共为地表上威胁最大的国家,中国从此外部环境走向反面 第3个误判,习近平觉得改革开放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,对他的集权是有利的 但问题是,当你经济走向反面,实际上中国社会的管控越来越困难 第4,中共觉得美国内部政治纷争,政局不稳,国力衰落,中国是集权统治,政局稳定,所以东升激降 美国正在失去领导地位,这绝对是个误判,第5个误判,中国的世界工厂全世界都离不开 第6个误判是,他觉得中国已经后来居上,但实际上你偷来的都是旧的,发明的才是新的 他说美中科技的差距最终会决定未来国力的强弱,他说中国的无非有两个结局 第1个是内外强硬的路线有效,然后中国慢慢的变成一个大号的朝鲜 另外一个结局就是强硬路线失效,最终走向崩溃,他说历史不会给中共第3个结局 这是中国人民的宿命